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来介绍泰国表演艺术 泰国表演艺术代表了泰国就会出卖得高尚文化 就算泰国表演艺术是基于性感 和宗教信仰 虚外当地表演也是一种性感表达当地人的跟手和杀伙 方式也是如是 皮影戏是南方的一种当地表演艺术 讲述了四百部小刷中的故事 用带有当地回音的四个表演故事 也被胸位将夹定期进行对话并用屏幕上的影子表演来吸引观众的目光 这一张对话影子表演都是南塔龙 现成自己表演的 骰流和色白牛皮牛皮皮革的方式 目光家除暗时机和雕刻工作包括目针板 皮影戏的主要运气是他皮影戏的特殊 演奏许他音乐的人最重要的节奏和旋路 我必须心情和一档佛的节奏 皮影戏小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也是皮影戏表演中补课后写的角色 即就是一种美丽和色彩 当演出结束时 你会给观众留下深刻 也向观众记得帮技术讲述的是洗足 助教小手是最著名的小手 节目爱听身材手高 上半身臂下半身长 皮肤又黑 嘴巴困厨绽细细 也像体肤 有手手就张得像男精神 只许是最好做手 目自尊心爱一世 爱努力性格 笨子哇皮肤又黑身材 爱心 腹部下水头发 腺麻边鼻子 腺女嘴 六只生羊胡子 表演 结果所有最速的皮影戏 都有相同的表演中術 直到被认为是一些选通 一这些机器 二打破面板 或固定面板 三开放工场 四笑想 五早许的猴子 是过去电影灯的传统 六道立是一个老许的形象 是一塔龙电影中组 获得心象 八色的照片 只剧烂 或者是干支店的战斗 九代表皮影戏先生的 就被获公告 十发布一张 讲述故事的照片 这张照片 告诉关键今晚的电影是什么 十一在屏幕上上歌 十二命名一座声势或一座声势打开故事 我们带来皮影戏的原因介绍 因为新一代不知道这部电影 蔡国文化和主策的南方人 通过白色积物屏幕 皮革讲述不是 用邮件视线照了观看 查龙电影的色彩和评论 这需要游戏的粉淫 选一样的收益 蔡国文化大使館 一代又一代一道习的经济导书拉 谢谢